不太想評論,我就沒這麼引力了 一點都沒有反擊了 沒有,可是他是蠻厲害的,超過這方面的 不過,我覺得像是,活龍龍那麼淺,阿蘇蘭 不知道 外國人還是阿蘇蘭 後來我們下一個代表,那個幸福騎士 那我們直接歡迎我們幸福騎士,冠婷好 剛聽完這麼精采的行銷的分享,大家還記得我剛剛說 就是我兩年前看到一個有關幸福感的研究報導之後 我才有這樣轉變嗎? 那這個就是那篇報導 其實不是我亂說,那是宏安教授他的一篇文章 他就說,就我剛剛講嘛 每天花幾分鐘寫下三件你感恩的事情,就可以增加你幸福感 那其實就是我實際,我剛說花了五百多年實際的驗證了 這件事情的確是有成效之後 下一步就想要把這樣的好習慣分享給我的朋友 一起來練習 那我覺得我賦予這本幸福觀察日誌的價值 就是一個T字,通往幸福感的T字 其實幸福感就好像是,就是一顆高高的蘋果掛在 一顆紅紅的蘋果掛在高高的樹上 那你看著那個蘋果,哇,我好想吃喔 哇,我好想得到幸福喔 但是到底要怎麼樣可以得到呢? 不知道對不對? 其實也我很感恩 這並不是什麼石破天津的創新大道理 大家都聽得很多了 可是實際去練習的人到底有幾個? 因爲我自己實驗信和旺盛所有去做了 所以我去實驗了之後 我真正看到它發生在我身上的轉變 那我也想要透過這個幸福觀察日誌 邀請大家 就是可以通往幸福感的T字 可以更容易的開始去享受練習第一步的過程 其實這個如果由我自己來講會有點不好意思 可是我真的想要讓大家看到說 朋友眼中我的轉變到底有多大? 那其實這個影片是我為了那個 Blind Me的目指專案做的一個小短片 那也第一次嘗試了配音員的角色 那也就是意外的有很多好聽 這邊有一個朋友他說 聲音整個甜美啊 小觀真的有改變 然後下一個人說 嗯我最近看你的相片 確實有發現變得溫柔而且甜美多了 這不是我自己講的 然後另外一朋友 另外一朋友就賣了啦 他就說上次你來家裡聊天的時候 我也覺得你比較沒有那麼容易生氣 多了親切感 就是比較有笑容 不錯 所以就可以看到說成效到底有多明顯 那其實這個是我整個幸福觀察日日的一個設計的示意圖 整個的設計構想就是想要呈現一個禮物的氛圍 就是讓大家為自己預約一份禮物 預約一份幸福 我想讓大家就是每天晚上睡前打開咖 要開始觀察幸福的時候 就等於是打開了一份 專屬於你自己的幸福堂寶盒 那因為想要達到幸福的質感嘛 所以不管在後面的用紙上啊 或是印刷跟設計 就是很有 就是花了很多錢去想要把它做得很好 所以整個成本就變得高 那詳細的規格大家可以上個示範的名字 直接搜尋幸福觀察日就看得到 這邊是Q&A 其實就是我來做電視 當然也會有很多人會有一些疑問嘛 像比如這個非常尖銳的問題 就是Facebook上那麼多免錢啊 分享正向好文的粉絲團 為什麼還要花錢來買你這個呢? 沒錯! 但是就像看功夫片一樣啊 就是就算你每天照三餐看一部李小龍的電影 還是不會武功對不對? 那關於幸福也是一樣啊 光只是看只是感動 卻沒有實際去實踐的話 都不會變成你我的能力的啦 那這本幸福觀察日誌 就是作為協助你可以更容易地去實踐工具 而誕生的 再來一個人說 有什麼開心的事 就直接拖在 Facebook 上就好啦 還有人按讚討論 獨樂樂不重樂樂 沒錯!這也是一個紀錄的方式 不過如果說按讚人數不如你預期的話 會不會有點小小失落呢? 為什麼要把快樂的鑰匙交到別人的手上啊? 再來其實書寫的這個動作 經過研究證實 它可以破壞我們大腦 前而夜區的協議循環 那這樣可以促進我們的思考 可是如果說是用打字的方式的話 就沒有這種效果喔 所以說如果不親手寫的話 不就太可惜了嗎? 大家也有人好奇說內頁到底寫些什麼啊? 其實非常勃心的 我已經把大部分內頁都放在 FlyV上面的有一個電子書的連結 大家可以直接搜尋就看到了 對接下來 這個是我在FlyV上面錄製定的報告 就是現在還剩19天 那因為其實最低的印刷量需要 我跟印刷廠問過需要有500份 那經由我自己這一個努力 就是可能觸及率還不夠 現在還差398分 就是離目標還有一點距離 那其實我剛剛聽到的是 FlyV共同創辦人大涵先生 就是說昨天是第100個 昨天是我自己帶的第100個 就是反正我聽到你說 你這麼樣把就是 現實一樣的成敗都放在心上 所以我覺得還蠻感動的 那我希望我不會成為 所以我希望就是在這裡的朋友 如果說你們認同我的理念 也想要藉由這樣的幸福觀察 就是開始練習看看能不能就是 在你身上也發生像我一樣 這樣的美好轉變的話 我希望大家可以就是 不然就是先到FlyV上面看看 一些細節 你有沒有興趣可以實際贊助 或者是說你可以把這樣的訊息 分享給你 希望讓他變得更幸福的朋友 那我有粉絲團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就是搜尋一下 剛剛其實我有提到說小任務的部分 但是好像這個網路其實不是很暢風 就是反正就是這個是小禮物 就是夢想明信片 其實我做這個幸福觀察日 另外一個深層的含義就是想說 因為其實在追夢的過程上面 一定會遇到大大小丑子嘛 像我自己在網路專案也一樣 那其實這個時候正向的心理能量 就非常的重要 因為我其實根本不是學這個的 就是行銷啦 什麼都是邊做邊學 那當然就是處處後逼 可是我就會回去看一下 我之前練習那五百五天的事情 還有一些我自己寫下的一些文字 那我就會再次的感受到 他帶我就是為我帶來的轉變 而且也想想起來我原本的初衷 因為我實際感受到他的美好 所以我想要再努力一下 讓更多人可以知道這件事情 並且開始的去練習 那其實這個是粉絲環的QR Code 大家可以就是先按個讚 然後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可以進行 我記得幫大家按讚 耶 謝謝 然後 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名人的句話 就是說 起初是我們養殖的習慣 後來則是習慣造就了我們 那我想要邀請大家 為幸福培養一個習慣 讓幸福與你日日為伴 就從預購幸福觀察日日開始 那現在就是團購的話 還有賞遊會 所以交點團購要不要 希望大家可以幸福 不要再光看圖練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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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